欢迎收看今天10月19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在台北市的三角堵 纠结麻花的支持率 持续的进展的过程当中 挑战成时钟的两个阵营 最近都在酝酿所谓的气宝操作 而其中据相关的人士分析 有一则其实完全是假新闻 这个假新闻是说 蔡英文总统很关心黄珊珊 然后塑造了一个 蔡英文总统常常会问黄珊珊来了没有 到底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说由蔡总统开始就有酝酿要弃陈时钟保黄珊珊 非常厚道的陈时钟 今天早上就被这个特定的媒体询问了这个问题 陈时钟当然很诚实的回答 他说我不清楚 我没有听过 而就在同时 国民党昨天呢 透过名嘴放消息 说蔡英文的民调呢 已经是35% 而黄珊珊25% 陈时钟只有21% 似乎也在酝酿某种程度的 气沉保黄 到底这是一个什么策略呢 民进党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负责人 也是绿营出身的学者游盈龙 他的评论是 蔡英文总统的民调支持度提高了 朱贞昌院长 他的整个的施政满意度也提高了 可是他说陈时钟的选举 有点步调乱 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今天帮各位好好的来分析 同时呢 也要跟各位来看一看柯文哲 他的政治路上 持续让人惊讶堕落的证据 这个民众党的课问者 要去跟苗栗的中东景先生来合体 中东景何许人也 很多人说公开讨论他 还蛮危险的 等一下我们来看 怎么样可以在求生存的原则之下 把中东景国民党在苗栗的 县议会的议长 这位现在要参选苗栗县长的候选人 他的过去的种种 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清楚的 臭丝剥茧的说明 来看柯文哲这个人是 婚素不济吗 前阵子才引进了 政党有史以来第一次 金控公司的继承人 担任他们的部分区立委 已经是白金河 现在又变成白黑河 这个政党 他的未来的发展 将有什么样的前途呢 此外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各位 来讨论新北跟台中 侯友宜面对林佳龙 他的威胁 陆续的有点招架不住的态势 特别是恩恩爸爸 他的一番非常感人的诉求 此外呢 在台中蔡其昌急起直追 卢秀燕也觉得盲刺在背 原因在哪里呢 蔡其昌的支持者 现在一个一个的出来 把他们的亲身的故事 攻诸大众 这个对于台中的选举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此外我们也要在节目里面 继续的探讨 跟最新的政治发展有关的话题 来介绍今天请到的来宾 她是台北市民 对台北市的三角度 应该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是文山智琳妹妹 大家好 我实习 好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 为什么要介绍文山智琳妹妹 是因为这边有一位 大安文山区的候选人 非常年轻 潜力十足 这次她在初选的时候 其实也得到相当程度的 选民的肯定 是口一哥 赵一祥 谢谢柯柯姐 大家好 好 民进党所提名的台北市的 大安文山区的 市议员候选人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 她是寻求第二任的连任 也是非常优秀 民进党台中的现任的市议员 周永宏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谢谢 接下来这一位 她是大安区的居民 不过她没有投票权 但是她的邻居有投票权 为各位介绍 非常欢迎 牛津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 汪浩 大家好 谢谢 继续我们今天请到的 国民党的代表呢 是胡文奇 柯姐好 大家好 谢谢柯姐 接下来呢 为各位介绍的是政治评论家 王朗东 大家好 王朗东的户籍 还是在高雄 好 我们先看 在这场选举里面 最近以来 蒋万安跟黄珊珊的阵营 他们在打什么样的迷糊战 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样 了不起的策略战呢 因为各种不同的 假新闻也好 这个设计的场景的故事也好 都在那边操作气宝 而这个操作气宝 到底竟然有要气成宝山 到底这个后面的目的何在 我们来看最新的综合报道 上周六台北葫芦丝举办起家大典 总统蔡英文和蓝绿白 台北市长参选人都来了 还上市词却不见黄珊珊 总统左看右看 向立委何志伟说了这句话 总统询问黄珊珊在哪 但此刻黄珊珊已经离场 没想到这段对话 却被青蓝媒体大作文章 斗大标题写着绿营基层 自然酝酿气成宝黄 内容写说有台北政坛人士指出 绿营基层气成宝黄的氛围 正在酝酿 绿营选民为了防止国民党 拿下首都市长 可能会由夏儿上发动气宝 还说蔡总统参加活动 询问珊珊在哪 总统就是喜欢黄珊珊 没有这样听到这样的讲法 你觉得总统会特别喜欢黄珊珊吗 这我就不清楚 所有气成宝黄这样的声音 你怎么看 我们就尽量努力 蔡总统有总统的高度 尊重对手 也是尊重自己 那这就是一个运动家的精神 蔡总统我相信 他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他的第一爱将 称师中可以当选这个台北市长 所以什么气成宝黄 那个有一点带风向 也胡说八道 不止在场的两位立委反驳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赫明 也发文痛批 气成宝黄是假议题 拿着操作气宝是瞎扯一通 因为黄珊珊根本怕死被燃绿 而国民党也有两阶段 气饱操作论 先把陈时中气掉 再用正栏把黄珊珊去掉 这样万安就能当选 支持者跟我一样 坚定不退却 是不是这样 那至于有人讲说 总统比较喜欢黄珊珊 那大概也不太可能 是对手放的嘛 我觉得大可不必啦 这都是绿白之间 他们在思考的问题 那对我来讲就是坚定的支持大家 期待的候选人 讲完 那我也会持续的请走基层 不管是什么样的操作 我觉得 好 气宝站已经变成一种认知站 或者是心理站了吗 那要请教时期 今天呢 这则消息呢 各界有点觉得很 这个 错愕 因为TVBS新闻网说 近日传出深绿支持者 恐为防止国民党拿下首都市长 由夏而上发动气宝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 十月初的民调 讲完以二十九点六%支持度 领先黄珊珊的二十八点一% 跟陈时中的二十七点八% 该民调也以气宝情境 询问受访者动向 结果黄珊珊在多项组合 是最大赢家 陈时中对于气城保皇这个说法 早上还有记者转慢去问陈时中 陈时中说继续努力 然后他说 有没有这个听到一个消息说 总统是不是比较喜欢黄珊珊 他则说没有听到这样的讲法 我不清楚 那请教你据说了 我早上有问一些资深的 这个跑台北市的选举的记者 他们说这个是假消息 是某个特定媒体故意制造的 而且还故意讲说 蔡英文总统在哪些场合里面 还特别问了黄珊珊来了没 那把他这个断章取义 然后呢 移花揭幕成一个故事 说是有要酝酿 从基层到高层 有气层保皇 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就根本上的逻辑就不通了 如果总统会问说黄珊珊来了没 如果用这句问话来代表说 哦他其实是喜欢黄珊珊暗中支持黄珊珊的话 那我觉得他应该比较喜欢我 他比较常会问实情呢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一句话来判断 所以总统带头气宝 我觉得你也做梦做的太太太太天马行空了 那对黄珊珊来说 我觉得他的确现在很怕被染绿 他巴不得拜托 绿的都不要喜欢我 绿的都不要碰到我 为什么 因为他的目标极清楚 他的目标就是在抢讲完案的票 所以一旦染了绿 你这个这个你讲完案的票 你怎么你怎么弃保 你怎么能够弃蒋保山 所以对黄珊珊来说 这也是一个吓得要死的新闻 那也不是事实 我会觉得其实最希望能够有弃保 还是蒋万安 为什么 是因为蒋万安的阵营 不断的告诉大家说 每一份民调蒋万安从来都没有落后第三名过 他都很还蛮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就是那个态度很稳 但是尽管团队不断的放出这样的消息 但是蒋万安自己本人怎么说 蒋万安说大家一定要集中选票 连朱立伦都这样讲 他蛮早就开始在集中选票 集中选票 集中选票 集中选票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们要弃保 你们要弃黄珊珊保我蒋万安 也就是唯有操作弃保 蒋万安才能够确定比较稳当 他才会心安 所以他必须要不断地提起气保 气保气保气保这件事情 那所以今天这个媒体的报道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在配合蒋万安的演出 因为最需要气保的就是蒋万安跟黄珊珊 而且第二个层次是绿营的人 就是对于这篇逻辑是完全不懂绿营的心 就是逻辑不通的地方是在于說支持陳时中的人 内部的热情都热到已经沸腾了 他怎么可能会把一颗沸腾的心自己主动交袭 这是不太可能的 那你可以听到坊间有很多的这些媒体 就會分析啊 这个就跟这个或者是柯文哲啦 这些政治人物 他就在讲说 这个其实四年前的时候绿营也是也是会有气保 但是那一次坦白说 撒喀都并没有真正成型 当时的撒喀都的其中一咖 是的确明显的稍弱了 那所以今年的状况 撒喀都这三只脚都长得一样长 一样长一样壮 再加上陈时中绿营内部的支持者 那个心情情绪都已经热到沸腾 你是要怎么可能去操作气保 所以你说今年会不会有气保 我觉得就算有也都只是微气保而已 那个微气保真的只会流动在蒋万安跟黄山之间 这绿营的人不会因为我好怕谁谁谁当选 所以我就要弃掉陈时中 不会因为他没有办法弃掉陈时中 因为陈时中差一步 对对于绿营的支持者来说 很可能陈时中只差那一步 就差你这一票 他就可以当选是为什么要弃 那三个人三三只脚都一样壮的 壮壮底下凭什么要人家气保 凭什么要我气保 谁要气保 就不会有人愿意自己要气保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觉得这些都是试图操作气保 而不会真正的实现 而且气保真的会操作就可成吗 我觉得有点困难 他就是打心理战跟认知战吗 对其实就是一种不断的希望带风向 这样吹吹吹吹到最后说不定会影响一些人的认知 因为到最后民调不能公布了 民调不能公布的时候就是谣言传闻 这个打心理的攻防的一个关键的黑暗时期 所以我觉得封关民调之后的那十天 其实就是最可怕的 所以他们就为这个铺路 对因为现在必须要开始酝酿 然后最后选前那十天再大举的放出各种耳鱼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困难 为什么因为气保这件事情 真的不是操作就会来的 气保其实是自己发动自己形成的 譬如说前一阵子大家觉得新竹好像还有苗栗 似乎已经气保有在发生了 我觉得那个都是自然发生的 不是故意操作 然后大家哦好我好乖 我就乖乖的气谁保谁 我觉得现在的选民不太可能会因为你有意识的操作 而无意识的跟随你的操作 但是我要请教的是 因为今天这个是比较属于 比较接近红色的媒体集团 一个杂志先说的故事 对不对 然后呢 他那个故事的这个 那条线就是说绿营的基层发现 这个陈时中好像选情有点受影响 然后再加上常常在公开场合 蔡英文总统都问黄珊珊来了没 那王世奇刚才说 按照这个他的理解 是问时期来了没 或时期在哪里更多 他问黄珊来了没 到底是哪个场合 我觉得公开那种场合 其实都是一种礼貌 台北参加活动 在台北参加活动的时候 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 一个高位者的一种礼貌 他会稍微问一下 这些人来了没 大家到齐了 我们大家可以开始 我觉得你不可以这样子 把人家的礼貌 把人家的善意 然后当作你要操作选票流动的一种手段 我觉得那个就真的真的很低阶 但是这种做法的人 他这个是有心理战的 你知道吗 因为前提是黄珊珊的哥哥是黄曙光 那黄曙光是蔡英文总统最爱的 前参谋总长 现在应该还在总统府里面 或是在这个军方 还是最高层的一个顾问 对不对 他故意弄这种暧昧的一个关系 把蔡英文 黄珊珊 黄曙光 还有过去曾经礼让过 黄珊珊也是蔡英文总统做主席的时候 你让他做内戶的这个立法委员候选人 对不对 所以他他是不是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认知作战的一个经典 目的是呢 就算就退一退一百步 当时黄珊珊还是没选上立委 那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操作这些就是不断的制造说 你看他们关系很好 但是如果关系好的话 为什么柯文哲跟黄珊珊 卯足了权力在骂民进党 那你觉得民进党的支持者会觉得 你每天骂我 然后我好开心的把票气保给你 又不是二百五